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书啊 四年前 排山叔呢 在村里面当村支书 他也想带着大家脱贫 可是脱贫呢 就必须要有项目 那些奸商呢 就抓住了大家渴望脱贫的急切心理 假冒农业专家 用所谓的新品种 骗了排山叔 这从此以后啊 村里头就多了这么一句话 防火 防盗 防专家 全村的人都得了专家恐惧症 排山叔呢 是一个讲信誉的人 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 这些年他带着咬金在外面打工赚钱 就是为了偿还全村人的损失 直到现在都没还清 现在你明白了吧 为什么咬金拿不出五万块钱的彩礼钱 这就是原因 排山叔 排山叔确实挺不容易的 我本来还想让他带头 现在看来没法劝 不一定 什么意思啊 你忘了 你培养了那么长时间的卧底 你现在不用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排山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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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洗眉 有事加厉说呀 没关门不方便 什么事啊 排山叔 你帮我看看 这个桑树品种怎么样 衣灵熟液 透光失忠 好 嫩叶柔软 老叶不脆 好 寒水绿 七十五 味淡 微色苦 好啊 有你这三个好 我们基地马上要牵插的 这个香油十二号 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就可以踏实上课了 还有事 派山叔 我知道 你是全村最长信誉的人 带领大家种猕猴逃 亏本了 责任你全扛了 所以在全村人的心里 你的分量特别重 威望也特别高 你想想 如果你不去听课 那这个培训班 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所以我想请求你 为了全村人的脱贫着想 这个头你得带 这是什么 妈 我主持人 您做 谢谢 谢谢 安教授 有点套 谢谢 谢谢 好 记得这些就是过去的 好了好了 大家安静一下 在正式上课之前呢 先请沙干部 给大家做一个学习动员 大家欢迎 好 好了 不鼓掌了 今天我不是主角 我们想想啊 从出娘胎算起 除了吃喝拉撒睡 不用学习以外 哪样不用学习啊 你要不学习 就只能打一辈子光棍 知道 妈咪会赶紧报名 去学习喽 从里太远 好了 不开玩笑了 我们过去只知道下苦力 相信你往地里 撒多少汗珠 地里就长多少稻穀 可你这汗珠 有化肥好用吗 时代变了 种地是要讲科学的 想要付口袋 先要付脑袋 好 我提议 让排山叔说两句 好 好 好 大家说一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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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什么呀 杨教授到咱们这儿来一趟 不容易 而且一不念不收 免费给咱们上课 这几天啊 我踩了点韩军 我踩了点 杨教授啊 你把它拿回去 尝尝线 城里买不到的 这怎么行呢 排山叔 收着 收着不行 杨教授 收下吧 就行了 收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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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排山叔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第一课 桑苗千叉的准备 上次能量救赛 首先呢 我们制作土拨 将泥块耕翻打碎后 清土湿润 在耕翻的土地过程中 我们要将泥土当中 一些杂质杂物清除干净 我住在那里 牵挂着我的悲喜 沾进这山水 绿之水 是你给我送来好消息 希望天夜 异漫像运气 沿着新来春风似幻离 我带着幸福来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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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 爸 你尝一下我做的稻花鱼 爹 爸 你去哪儿 小金娜 喜妹找你有事 来 吃这个 什么呀 喜妹呀 我一座的香辣稻花鱼 孝敬你的 不用了 我这个挺好的 你什么意思呀 想我们喜妹做的不好吃是吧 那别吃了 你这就对了嘛 白山啊 村里啊 想推荐我 当这个丧餐基地的负责人 听说群众呼声还很高 我觉着我不合适 中三养餐你是行家 应该你当啊 你别这么说啊 既然群众呼声很高 让你上你就上 为了能让咱们村啊 找点脱贫 能干什么就干点什么 不过 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刚才那句话 说到我心坎上了 我有自知之明 论技术多不如你啊 但是 该我扛的担子 我得扛啊 咱们是党员 该你扛的 你也跑不了啊 我要是当这个负责人 你得过来帮我 行 到时候一句话的事 味道怎么样啊 好吃 太好了 这老公公说儿媳妇搬菜做得好 我就放心了 你说什么 我就不担心 媳妇以后到你们家呀 没有地位了 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啊 赶紧挑个好日子 去洗妹过门 去我们洗妹过门 你不愿意呀 没有 咱们俩现在都联起手来了 这小娘可还闹别扭 让人笑话 您去啊 我建议啊 我们的股权呢这么分配 平均人口和无保护人口呢 我们按照一点一的比例持股 非平均人口 我们按照一点零的比例持股 不履行村民义务等情况的户籍人口 我们只能按照零点六的比例 这上面我都已经写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件事情 普书记跟我商量过了 我同意 大家有没有意见 同意 同意 好 小柯 你记一下 全票通过 准备公式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讨论一下 关于丧残基地负责人的人选问题 这个人选啊 我们参照的标准有以下几点 第一呢 是这段时间 他在我们的基地建设当中 做出的贡献大小 第二呢 是在重丧养残方面的专业技能 第三呢 是在村民当中的群众威望 第四呢 我提 岳飞山 是 国书记 先民主 后其中 最后你拍板 我同意有亮书的意见 同意石白山同志来当负责人的 请举手 开会呢 影响了 不如记啊 不如记啊 我有点及时找你 麻烦你出来一下 好 稍等一下 陪众叔 什么事 不如记啊 麻烦你给切个字 你要去当护林员 跟树林打了一辈子交道 有感情了 小时候砍树 老了那护林 这也算圆满了 其实啊 我本来就是护林员 你看 我有这儿的 在县里业局 和镇里业站 都会登记的 老护林员了 现在啊 就等了村委会通过 村委会一通过 一共试 我就可以继续上岗了呀 麻烦你签一下 陪众叔 在重丧养残方面呢 你是土专家 也接受过洋专家的培训 我这儿刚刚提议 让你来当这个基地的负责人 你说你要走了 我怎么办呀 这基地的事你不能不管啊 基地的事我咋能不管呢 有什么事你只管吩咐嘛 再说了 在基地干一天 还八十块钱呢 台山叔 有亮叔可是大力地推荐 您当这个基地的负责人呢 不干不干 干不了了 一次造舌咬 一辈子怕警生啊 种迷糊牢欠的钱 到现在我还没还完呢 不行 不干 布叔叔 麻烦签一下 有亮叔 上次我推荐您 大家都觉得挺合适的 怎么今天您突然就提名我爸了呢 小柯啊 叔 你是电视台后勤办下来的吧 我听我战友说啊 你们崔夫主任 后年可就退了 你复勤结束 正好顶上去 你复勤结束 说 说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你肯定行 那借您机言 又说 您这水没了 我给您加点水一下 谢谢 不干净 让我再想想 那你尽量快一点 明天中午要交表的 麻烦你了啊 麻烦你了 早点再换 早 detailed 走了个亲戚 送了两瓶酒 舍不得喝 孝敬您的 孝敬我 马上帅啊 你是一个舍得媳妇 都舍不得酒的人 你会拿酒给我喝 你是想在基地找一个 干活儿少拿钱多的好工作吧 还是您体验我这个弱势群体 山路都爬不动了 身体有病 您还真的需要您这个 基地大理事长照顾一二楼 可惜啊 我是个小小的互联员 没那个权利 不可能 互联员有苦又累 还看不到个女人 一言就四千块 我都不愿意 您愿意 我今天刚去村委会啊 递了申请表 那重丧养残 在这个村 我们还有人比您厉害 您还是不愿意帮我了 那你就等着看公事吧 我不是 拜祭菩萨了 水漂打得真好 自转速度 入水角度都很漂亮 可惜啊 牌山书不是水漂 他不会按照你想的转 人家拿着护林员的申请 把你最佳入水角度 封堵得死死的 不说风娘话了行不行 我早就觉得不对了 第一次要选你拦着 第二次好不容易要选 你抢先表态度 你就是不信任我 我承认 台山书 是重丧养残的好手 但不能仅凭这一点 就选他吧 在经营上 我觉得有量书更合适 你忘了 当年山下通自来水 全靠有量书外出化缘 它的能力和威望 是全村众所周知的 它有远见 善于把握形势 基地负责人 就该具备这样的能力和素质 可是我更看重的是人品 排山书呢 不仅仅是重丧养残的行家 更重要的是 他是个讲诚信的人 当年他带着全村的人一起 种迷猴桃亏损了 他扛下了所有的责任 直到现在 还一直在给村里人赔钱 山里人有这样的品质 多么地可贵啊 大家信任他 不仅仅是因为 他是以前的村干部 更重要的是 他是个讲诚信的人 那你的意思 有量书人品不正喽 我说你这个人啊 能不能不要非黑即白 在我看来啊 有量书就好像是 灰色 你回想一下啊 你不觉得整件事情 有点蹊跷吗 蹊跷 你怎么不怕 排山书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要等到有量书 推荐他来当这个基地负责人的时候 突然就来了 而且还坚决地申请 要当这个胡迪元 一看 这就是有准备的 说这里面没有私下的交易 你信吗 有量书 你使人逢喜事 精神爽 这我有什么喜事啊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还懂 低调 低调 没什么表示的 两瓶酒 聊表心意 以后咱基地上有个什么记账啦 安排个接待的活儿了 你交给我就行了 这是不是得有个头衔啊 我都查过了 你就叫我行政总监 行政助理都行 我觉得呀 你是个行政总裁的料 总裁 总裁好 总裁好 总 但是我 总裁听着怎么像是 总是要被裁掉的意思呢 我踩你个屁 麻烦一会儿 你这下大窝子是钓不上鱼的 你扫谣张张嘴 我扫谣得跑断腿你知道吗 那日子就赶紧回家 我不是 又怪做菩萨的事 爸 你今天是故意的吧 你当什么护灵员呢 你就是要当护灵员 他是不是得提前跟我说一声 你儿子现在怎么说 也是个村干部 护灵员 护灵员一年才四千块钱 还得天天钻林子 你说你一把年纪了 你招这个罪干吗 你懂个屁 我愿意啊 爸 你看见了吗 那你又不能搞突然袭击 你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爸 这个村大夫可是你让我当的 你今天必须得跟我说实话 你傻呀 你真看不出来呀 那是你老丈人想的 普全身不同意 你老丈人又找到了我 你说我能怎么样呢 我能怎么样呢 我是不忍心看着你领了 结婚证以后 天天一个人睡着冷床板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你这种行为就是拿村集体的利益 做交换 行啊 你硬取你有本事啊 你去把媳妇娶回来 娶回来 喜妹我一定会靠自己的本事 娶回来的 但你这种拿村集体的利益 做交换的行为 就是对我的侮辱 我不同意 你滚 你不同意 你算老几你不同意啊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老十家娶儿媳妇 乱不乱你做主 那是我娶媳妇 又不是你娶媳妇 好了好了 别吵了 行了 行了 你个狗东西 儿子 听我说 我觉得这事啊 还真得替你爸的 回来了 这儿子的椅子 是我亲手做的 你过门后 能有一辈子啊 你同意我过门了 我跟亲家商量好了 你跟咬金的事 老拖着也不好 抓紧时间 把事办了吧 答应得这么痛快 是不是我婆家 给了你什么好处 是不是我公公答应 把基地负责人的位置 让给你 做的交换 天地良心啊 我第一个推荐的 就是你公公 可他不愿意啊 非要去当那个护理员 我不信你可以去问咬金哪 他在场 他可以给我作证啊 我当然相信 我不仅相信 你是第一个推荐的我公公 我还相信 你和我公公已经商量好了 什么时候把我嫁过去 我当这个基地负责人 我当这个基地负责人 我的亲生女儿 就这么不愿意啊 好 我向你保证 这个基地负责人 我既不会挣也不会抢 但是 如果组织事让我干 我是党员 我必须得干 还必须得干好 林郑严顺的当 我比谁都高兴 但是要搞一模诡计 那就让人恶心了 你宁愿看着接亲 变成强劲 变成十里八乡的大笑话 你和我哥也要把我 死死地扣在家里 不让我过门 现在怎么突然就良心发现了 要把我嫁过去 好像五万块钱 还没给你吧 爸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你怎么可以拿我做交易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身形 我是你的 你cion学院 就是你 我是他 是 你让 让 你不许让我 你让他 你让他 我今天就算打断你的腿 也不让你走 爸 我的五奶奶呀 就算你要过门 也不能自己一个人 走到人家去呀 日子爸爸已经给你选好了 让我风风光光的 把你送到石家去好不好 还是这样的好 免得没人来 大家的脸都没出隔 你怎么就认定 爸爸当这个基地负责任 这这坏事呢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为了让你哥哥 以后多做点业务吗 你终于说什么 你就是为了你自己的 那点小算盘 爸 在我的印象里 自从我妈走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打过我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 你经常会背一个黄书包 隔三差五地就出门 我哥说 那个里面装着材料和干料 你是四处 求爷爷告奶奶哭穷去了 那个时候的你 多无私 你是四处 所谓的 你一个完全 就是这个洋娃娃 但你却给村里修了路 通了水 我未有你这样的爸爸 骄傲了十几年 爸 你现在变了 你变得越来越自私了 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等等 我求你了 顾婷 别这么走 给爸爸留点脸面吧 爸 我知道 在这件事情上 你在表面上都站这里 谁也说不了你什么 你做得天衣无缝 但如果你真的得逞了 我再嫁过去 就会有人说 我喜妹嫁人 就是一笔交易 就是为了给你换一个官党 所以我必须现在走 赶在我公公还没有当护理员之前 我自己登门 把自己嫁过去 爸 我这么做 不光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你的脸面 你真的学生 爸爸已经变成坏人了吗 我 我 你真的学生 我 你真的学生 爸爸已经变成坏人了吗 沙虎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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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你没听到放炮吗 喜妹今天跟水晓金结婚了 不会又是抢亲吧 这回真不是 这回是有亮叔亲自给喜妹送去的 有亮叔为什么突然同意了 这就对了 全都对上了 向有亮是个高人 艾山叔 干嘛呀 真来嘞 艾山叔 怎么了 小剑哥 他们来了 谁啊 宋亲的来了 孙京 这是模子世界 怎么宋亲 这没有来的 我 我不知道啊 这你看 小剑 赶紧换身衣服去 我对了 还换膜子衣服来不及了 我估计教过爸 去去去 照我家 妈 妈 征服 妈 桂香哥 桂香哥 她妈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河河河 河河河 咋也不说一聲 我也不知道 不能让我一声 你谁还不敢生气 好好好 站好了 站好了 来来来 抓住住 河河河河 我 我 我 有亮叔 你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什么干什么呀 老婆要不要了 我要 我当然要 只是你们之前也没 没打声招呼 我们家一点准备都没有 还准备什么呀 人都给你送上门来了 我就问你 老婆到底要不要了 要不然我一会儿反悔了啊 那 那个彩礼呢 免了 免了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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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亮 这 游亮 这 你这是干什么 家女儿啊 这还能是干啥呀 护脸的表还没签字啊 你签和不签 跟我家不家女儿没关系 那 前面你跟我说的 不就这个意思吧 什么意思 你把我当什么人呢 我怎么能拿这个做交换呢 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女儿这辈子都瞧不起我呢 这山上山下这辈子 都瞧不起我了 不是 你 我跟你说实话吧 论中阳身 做关系 这山上山下我谁也不服 但是 要是说中三阳残 我是真扶你老个儿啊 这基地负责人 你当和不当 我管不了 但是这护营员的工作 你是一定不能干哪 不是 你只是 就算我求你了 在孩子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马长顺 在这儿呢 快快快快 还行 这太匆忙了 没有准备是 你少啰嗦 快快 抬驾中 走 unchی se Excellent 筺惘 灾与 灾难 瘟疫 留下幸福吉祥 拆 踩 高抬脚 过门槛 从此生活没有槛 谢谢爸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个礼 沾个洗 这个不合适 不合适 这会不会让你们犯错误啊 意思意思 不犯错 你还有红包吗 没有啦 好 谢谢 白山叔 这是我们两个人送给你的红包 你看这 谢谢啊 谢谢 恭喜 恭喜 谢谢 恭喜 谢谢 我 那个 胡书记啊 这个护理员换别人吧 白山叔 你不是因为现在儿媳妇要进门了 一高兴 这脑子发热吧 我脑子很清楚啊 换别人 那如果你不去当这个护理员的话 我也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这个村支两伟啊和工作队 一致推荐你来当这个基地的负责人 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我服从组织安排 确定 一言为定 好 谢谢啊 恭喜啊 谢谢 恭喜 谢谢 谢谢啥干部啊 不用谢 这是应该的 晚上来喝酒啊 好 感谢啊 恭喜啊 白山叔 干 干嘛 说什么了 男女叔叔不亲 刚才说什么了 刚才佩山叔说了 他不去当这个护理员了 他愿意留下来 当这个基地的负责人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不至于空门到一分前 都不往红包里装吧 还把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写在一起 还列在右边 立背啊 我不就是用了你一个红包吗 你至于眼睛瞪那么大吗 当线眼珠子掉地上 今天是个好日子 头客 惩香哥 竟然电话 老大的电话 听说 Christ sono 老大哟 模子是 balloon 爸 高考总复习 我想买复习资料 那买一点 多少钱呢 三百八十八元 这么贵哦 大价都买了 那买 爸爸给你想办法 爸 你要是觉得太贵了 我就不买了 我借同学的用 为模子要借别人的呢 你放心了 我来想办法 又买什么呀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刮了 刮了 表情兄弟 谢谢我 我走了 这又要买什么 就知道花钱 他是去读书了 还是去花钱了 好喽 好喽 在人家听到不好的 怎么 穷还怕人家听到啊 他现在要买东西 一个两个的 那老二老三 都说不用花钱了 你老给他买 我看下来拿什么钱给他 不读了 这书我们读不起了 你摸这么说啊 花花 再怎么说 老大还是挺努力的 学习成绩也不错 这学一定要让孩子上的 几本子书 三百八十八块钱 是乖了点 但他复习资料是一定要买的 不行 就我们两个人再咬咬牙 我跟你结婚到现在 牙都咬没了 除了一直穷 你说 还有什么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三个女儿的学费 基本都是国家出的 那文具呢 吃的 穿的 用的 喝的 坐车去县城 哪要不要花钱 老大上月的生活费还没给你 你出去打听打听 这十里八小的 十八岁的大闺女 哪个到现在十八岁了啊 不结婚 不嫁人 不出去打工 就是要读书 白要过了 去吧 莫子朗 莫子朗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手给爸看一下 我看看 怎么回事啊 二弟想帮您做饭 不小心切到手了 你说你这没事 做什么饭你这不添乱吗 好了 好了 你莫再说他了 走 把带你上药去 爸爸没事 不痛 你是爸的女儿 你这痛不痛啊 爸清楚 你什么意思啊 好想是我自己亲身的孩子 我不心疼死的 妈妈 别哭了 别生气了 而且不是故意的 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不要了 别打姐吧 妈妈 等我长大了 我一定给您挣钱 挣好多好多钱 复习资料的钱 凑得差不多了 但是加上生活费 就不够了 基地劳务 要一个月一个 还要等到月底呢 那要不你再去借点吧 年年借 年年借 村里都借变了 长不开口啊 你那个村医补贴 要是能下来 那就好啊 我上个礼拜就去问过了 人家说我开会不积极 表哥填写得不完整 现在行医病历不够 又没有职业医师执照 卫生室考评又不达标 所以啊 人家就把补助给冻结了 这你就当十几年的村医了 村里有一个算一个 谁没有被你看过病 谁没有吃过你开的药 谁没有被你扎过针 现在谁出事了 傻了 残了 还是死了 怎么就算你不合格了 这不是欺负人吗 好了 花花 莫说了 这就是命呢 那老大的生活费 怎么办 我想好了 明天天一亮我就进山 要能采到掩耳啊 石壶啊 那就好了 那我们这一关就过去了 那东西都涨在悬崖峭壁上 太危险了 再说 你好些年都没有下牙了 好些年都没有下牙 又不是从来没有下过牙 我小心一点就好了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有个伞是我从我爷爷属里就开始做了 从做股价 捐伞价 放伞面 到包顶一共有75套工序 我17年未评为长沙市的 回屋子文化遗传全成人 我叫李东国 我是李王树的达夫证人 16年政府帮我贷了 5万块钱的提起贷款 我就建了一个小型的加工厂 就是分散油脂酸 你好 李老板 你好 昨天做完了没有 还做了有一点点了 还有一点了 当时的贫困户他们在我这里做素的 到去年19年就基本上都涂贫了 浇费也不要涂到上面来了 也不要涂了 也不要涂不了了 我们成长涂贫 把这个农户带起来 感谢这个女师傅 因为制作传统油脂酸的成本高 耗时长不适合批量分散 所以我就将原有的75套工具的 减少到13套 周边的一些老人啊妇女啊 她们都可以帮我去做 把油脂酸待遇课堂的话 我们第一个不想让这本手艺失全了 还是想让它继续传承下去 我相信送了40元啊 那你们包好威力做什么 我肯定可以承承下去 那我也算是 我对现在自己的生活很满足 只希望工厂的分业稳健 能够带动更多的村民赴起来 你中国这么油脂酸的手艺 作为我们的焦花新村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我们直接跟旅游经典进行合作 进行了几次汉服俗秀的展示 包装起来是非常漂亮的 希望我们更多的人来参与 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传播